清绿钟明轩赴大陆喊真 喜欢这地方 民进党去中国化失败 政治立场较为清绿的百万YouTuber钟明轩 独自到北京和上海旅游 更直呼 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认为 这反映出民进党去中国化教育是失败的 主持人洪书芬表示 对于钟明轩提到 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结果被绿营围剿 但喜欢大陆 对大陆印象改观的人 这有错吗 独派或台派认为 钟明轩怎可以说中国好话 应该要大力批评中国 学外省第二代王帝宇一样 整天说中国坏话 洪书芬提到 钟明轩第一次接触中国大陆 他的确是改观了 所以很诚实 很忠实讲述内心的转变 难道有错吗 张亚中直言 他们去大陆 和他们在台湾听到民进党讲 大陆是不同的概念 这几年大陆强势的影视文化 台湾年轻人当然就接受了 张亚中强调 钟明轩这次亲自去大陆以后 发现大陆有可取之处 也会自我反省 反映出民进党去中国化教育 是失败的